这个东西不要查资料 你能猜到它是什么 能干什么吗 给你5秒钟时间 留言里面来告诉我 好 我来介绍答案了 它是一个计算器 完全不用插电的机械计算器 上个世纪50年代生产于劣质敦氏灯 名字叫做Kerta 可以快速地完成加减成除 甚至开方和立方根等数学运算 在电子计算机出现之前 它简直就是一个能够握在手上的计算神器 是的 同时在其他做运算的东西 你是怎么也不可能握得住的 我的这个是Kerta二型 里面有719个零件 当年售价165美元 保存资金你看依然非常亮丽 其实它背后的故事 还有它里面的结构 更让人着迷 我一定是会讲的 但大家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好好去研究一下 今天我们就先来看看 它的加减成除这几样基础运算 到底是怎么算的 以及跟我手机上的计算器对比一下 看看它到底能不能算的准呢 好开始啊 好我们就从最基础的最简单的加法开始吧 这个地方是我们输入数值的地方 其实也是一个储存数值的这样一个储存器了 不过是机械储存器 然后它是通过往下面拨这根杆子 上下拨这根杆子 你看这个数字就在跳动了 这里面具体是什么样的结构 我以后会讲到的 我们今天先不去关心它 可以通过它来输入我们想要计算的数字了 好那我们先来算一个 这样吧就是148加256等于 好那我们第一步呢就要在我们的这个输入盘上面输入一个148 好然后接下来呢 这一步很重要 你看现在在这个上面啊 就顶部呢 其实是有两个部分的 一个是黑色的区域 一个是白色的区域 黑色区域呢 是显示运算结果的 然后白色区域呢 是在除法的时候呢 它是显示伤 伤是多少 然后其他的运算呢 它是显示我们到底运算了几次 你看这儿已经有了一些原始的数字 是我上一次运算的结果 所以说我们先要把它给清除掉 就是把这个内存给清除掉 怎么清除呢 把这个东西往上轻轻抬 往上轻轻抬 然后这个清除感 转一圈 就可以了 我刚刚转了两圈 其实转一圈就可以了 你看数字呢 就现在恢复到0000全是零了啊 这个我待会会讲到的 好 现在第一步呢 我们先要把我们这个148呢 输入到我们这个计算结果上面来 所以说现在把这个旋转杆 顺时针转一圈 看到没 148已经出现在我们结果这边了 好 现在我们用加法运算加256 好 接着把这儿呢 输入256 好 再转一圈 结果是404 好 我们来验证一下啊 148加256等于404 404啊 看这加法很简单是吧 然后也很准确 好 好 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算一个减法 那减法的话 我们这样吧 我们来756减135等于 好 同样的啊 我们也是在这个数值输入盘上面输入 756 756已经出现了 756 然后要减135对吧 哎 但是看我们刚才计算结果呢 还显示在这儿 还储存在这儿 所以说第一步呢 我们把它给 清除掉 先清除掉了 是吧 756 那减法该怎么减呢 第一步呢 我们也是先要把这个756呢 输入到这上面来 所以说转一圈756 好 我们要减去的是135 135 然后减法呢 哎 很简单 只需要把这个 这个旋转杆往外拉起来 还就可以了 然后旋转一圈 你看刚才我们呃 刚正转一圈之后 这边接触器已经是1了 对吧 那我们再转一圈 他应该会把刚才的那个技术给减掉 然后结果已经呈现出来了 621 那是不是这样的呢 756 减135等于621 621 哎 很厉害啊 好 接下来我们算个乘法 乘法 呃 这样吧 我们还先 我们第一步还是先把这个清掉 结果清掉 清内存 然后这样 我们就756 乘以135 这个数字应该是挺大的 好 好那第一步呢 呃 这个 756 乘法 其实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啊 Kerta这个手持计算器呢 处理所有的这个计算 他其实都是按照加法来进行的 我们现在来算这个756乘以135呢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756一共加了135遍 对吧 756加了135遍 不就等于756乘以135了吗 所以说他的工作原理其实是这样的 756 那我们现在要对他进行加法啊 好 我们先确认一下 已经7 已经回零了 然后N进去 那135 现在我要用一个捷径了 这个这个转盘 其实是可以定一个我们 啊 你可以这样讲吧 这个1是乘以1 这个2是乘以10 3是乘以百 4是乘以千 我们现在先乘个百位数 你看百位数 我们乘的是135对吧 百位数是1 所以说百位数呢 先转一圈 所以你看这个白色转盘这边是100了 看到没 已经100了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 这显示的结果呢 已经是756乘以100的结果了 75600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乘35了对吧 那就乘30 那这儿我们把它放到十位数 乘30转一圈 转两圈 转三圈 哎 就现在结果呢 就相当于是756乘以130了 最后各位的5 好 乘以5 转5圈 好 乘以你看 135对吧 假如说现在 哎 如果我多转了一圈怎么办 那把这一圈 减掉嘛 好 所以说现在结果是 我们来先看啊 我们这上面结果是 呃 10万0 2000 10万0 2000 0 60 好 我们来用计算器 来看看啊 756乘以135 102 060 102 060 呵呵 依然很准啊 好 那到除法了 除法呢 哎 很有意思 我们这样 我们除法 除法是比较 比较 没有那么直观的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 比较小的除法嘛 42 除以6 等于多少呢 马上可算就可以算出来了 对吧 6742 所以说结果应该是7 啊 伤是7 对吧 这是除数 这是被除数 然后这是伤 那现在呢 我们先把它 清零一下 好 这个时候呢 哎 看我们要把除数放在这了 除数是输入到这 然后呢 现在我们要让黑色的这个这个盘呢 我们旋转多少圈之后 要让它变到我们的被除数 42 然后这边白色的呃 这个转盘上面就会显示我们的结果 也就是伤了 好 我们来试一下啊 嗯 对确定它已经清零了 转益圈6 是吧 12 18 24 30 36 42 好 现在你看 除数 被除数 除数 被除数 除数是6 被除数 42 上 7 这个不用我再用计算器了吧 对不对 呃 结果就是对的 好 我们现在再来除一个大一点的啊 我们用这样 呃 我怎么这么喜欢7呢 换一个啊 6 4 3 除以 25 等于多少 因为这个除数和被除数呢 应该说是被除数比较大 所以说它结果呢 我们可以预期 应该说后面是带小数点的 然后位数比较多一些 那为了让我们这个结果盘 它能够显示权呢 所以我们现在做要做这样一个操作啊 呃 这个操作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旋转盘 你看这个旋转盘抬起来 它可以旋转 旋转到后面的这个相应的位数 比如说我们想要后面给它留几位 就呃 就转到哪 比如说我们尽量往高位挪一点 比如说7位吧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到我们的数字 输入盘上输入除数 25 好 然后现在到这个黑色的盘上面呢 让它呃 显示 643 把它旋转到643 好 选了一圈 25 两圈50 啊 这个可能要多选好多圈啊 好 325 哎 625 我们可以预见到我再转一圈 他应该就是多少 650了 对不对 超过643了 哎 这样肯定不行的 所以说我们要给它减一个 25 好 625 625 那现在 625和643之间还有一定的差差异 对吧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位数往后挪一下 然后再来转 看他也是在不断的去接近我们的643了 好 6425 哎 6450 又超过了 所以说减一圈 然后往后退一个 然后64275 6430000 好 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的倍数数643已经出现了 是吧 然后25 啊 在这 然后结果呢 现在是2572 哎 2572肯定是不对的 那小数点究竟在哪呢 现在就这样来一个操作了 这个是提示我们小数点在哪的 我们先把这个这个点呢 放到我们这个被除数的最后一个个位的后面 也就是3的后面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数这个3后面有多少个小数点 123456 6个小数点 然后减去除数后面的小数点 0啊 就是6减0等于6 那我们就要在这个白色盘这后面呢 控除6个小数点 好 我们来看看 123456 应该是在这 好 所以说你看我们再来看看结果啊 这个刚刚才这样 我用这个就可以啊 啊 对 所以说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就是25.72 25.72 那这个结果是不是正确的呢 643除以25等于2572 2572 哎 还是很准的吧 对 这个你显然我觉得如果你要拿他来跟现在的这个电子计算器或者手机上面的计算器来比速度的话 嗯 可能还是不占优势的 当然除非我天天练习啊 我天天就在这上面训练 我这个输入赚的很快 然后我脑袋赚的也很快 这样的话也有可能会比较接近 呃我用计算器来算出来的结果 但是呢 呃就这个当时啊 就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样一个没有手持计算器 以及这个没有电子计算器的时候呢 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快了 所以说当时他完成了很多很多工作啊 呃包括商业上面的运算 包括科学上面的运算 包括这个飞行员啊 对这个的运算等等 确实这个帮了大家的很大的忙 好 那今天这个介绍他到底是怎么来运算的加减乘除啊 这样一个短视频呢就就就演示到这了啊 接下来大家这个耐心的等等我讲讲好好的讲讲他的历史 因为他的历史真的很有意思 呃讲讲他的历史 然后呢我们再来讲讲他到底内部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哎他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运算的 你看我还花了这个7.99美元 啊到这个科学美国人的网站上面专门下了当年 这篇文章是2004年的时候写的一个文章 然后里面有讲到他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然后我还会查很多的资料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玩意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好吧 然后呢哎 今天这个视频也有个 想请大家跟我互动的啊 呃这个你们可以给我留言啊 这个可以为难我 你们可以给我出题啊 加减乘除都可以 比如说您刚才我加减乘除的都是整数吗 可以你们可以让我呃724.6啊 除以16.27 哎那这个怎么算对吧 大家想看吗 大家想看吗 呃那还有比如说这个5.66乘以1.88等于多少 哎大家想看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吗 对就是你们为难我啊给我出题啊 然后我改天来吧选几道题 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好玩的玩意啊 Kurta 你快会把玩意之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